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九离开的这些日子 东华帝君的修为在闭关之后不仅全部恢复 更是较之从前有了巨大的提升 此后 东华帝君再也不必时隔几日便要闭关一次了 这样一来 自己就可以常常陪着小白 也可以安安心心筹备于小白的婚礼了 东华帝君这样想着 东华帝君这边方才出关 那边就听见少婉和墨渊的声音 心里正纳闷 就听见少婉一个进而地喊着东华的名字 少婉墨渊见到面色微红的东华 道 瞧你这幅模样 这是修为又精进了 东华帝君高冷地道 想不到你睡了十几万件 眼力倒是有长进 这都让你瞧出来了 墨渊听闻 问道 可是那血连的作用 正是 你们俩为什么来了 东华帝君问道 你真是似乎闭关方一日 这四海八荒已是恍若千年啊 少婉见东华一脸浑然不知的样子 不禁打趣道 哦 东华帝君果然什么都不知道 前些日子天族派人说 今日领保天尊举行法会 说是上清静中的神兽 近日颇有些不安分 还有就是 少婉顿了顿 看了一眼墨渊 又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东华 正犹豫着该不该说 凤九这边 与赤稳话一从凡间回到青秋时 便见到了天族派人送来的帖子 请青秋女君前往九重天 参加领保天尊的法会 还说可以一睹上清静的上古神兽呢 凤九一见帖子 立刻邀请赤稳话一一同前去 海美齐明月 我有很多朋友想介绍给你们认识呢 所以你们不能不去 赤稳话一拗不过凤九 只好答应下来 随机一行人便去往了九重天 少婉这边 正在犹豫着 要不要将近日昆仑须弟子说的凤九的八卦告诉东华 墨渊见少婉如此为难 不忍心道 你就说吧 不然你憋着难受 好吧 出了事 你担着 东华见墨渊少婉两人一唱一和 不知他们在搞什么 坐在一旁看着他们 仿佛是在和碧人听书 东华啊 你可之前些日子你家小九九待了两位 据说是极其帅气的男神仙回了青秋 还将小竹楼给他们住 而且 少婉看着面色渐冷的东华 开始后悔 而且怎么了 东华帝君冷冷的说道 而且 自那之后四海八荒的女神仙 就连妖族的女妖也都纷纷上门拜夜 据说其中有一位白衣男神 正是迷人 那些女仙女妖都是冲着她去的 少婉越说越高兴 竟然有点期待那位传说中的白衣男神仙 丝毫没有看见旁边两脸怒气的两位尊神 少婉也是 原本是来提醒东华有情敌的 却没想到说之说之竟把自己说着迷了 上心静旁 四海八荒众神皆已到齐 众神都知道东华帝君今日应该出关了 于是都好奇是哪一日 会不会是今日 如果是今日 那东华帝君会不会出现 再者就是听闻帝后 带了两个极为俊美的男仙 引得四海八荒的女仙女妖躁动不已 也不知这次会不会一同出现 林宝天尊从崇陵处得知帝君今日出关了 便亲自来到太成宫邀请帝君参加法会 上一次他的法会一不小心伤了凤九 这一次 林宝天尊来到太成宫 见墨渊余少晚都在 顿时觉得不需此行 于是连同东华帝君一同请去了法会 众人见到三位洪荒尊神 立刻跪下行了大礼 而此时 凤九之吻话意也恰好到了南天门 东华帝君感受到了凤九的仙子 正欲迎接 却看到凤九与两位男仙有说有笑地走来 此时东华帝君不由地捏了捏拳头 凤九与赤吻话意一边讨论着林须与赤吻的关系 一边说到上一次在九重天上林须与凤九的故事 说起开头便被话意接过话查 话意把那日自己变作小蜻蜓的所见所闻 都一一告诉了赤吻 赤吻低声笑着 为做其他回应 不知不觉中三人已经到达了法会中心 一众神仙神女看到此三人颇为惊奇 帝后不是应该和东华帝君在一处吗 如今为何身边站着的不是东华帝君 而是另外两个男子 这男子气度不凡啊 神女以及路过的女仙也不由得被吸引住目光 众人都看见帝后身边一黑衣白两位男仙 黑衣男仙清秀俊郎 一副平衣惊人的模样 而另一位白衣男仙白衣飘飘 面容已经不能用俊美二字形容 静静地站在那里 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 虽然无甚表情 却依然叫人有种只可眼光而不可卸完的感觉 凤九眼光随意一瞟 就知道这些人一定被吃稳迷住了 那是 他白凤九的朋友哥哥出众 但也就是这一瞟 把凤九也吓坏了 在这随意的一瞟中 眼光里俨然有一缕紫色 正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凤九心中疑惑 按照世间推算 帝君应该正在闭关啊 不得不说白凤九真的是一个粗心的神仙 寻常神仙需要三个月的闭关 他家的那位 那可是洪荒尊神 天地共主东华帝君啊 难道还需要三个月 凤九想 可能是看错了 于是连忙转头往方才那个方向瞧 却没有见到人 凤九心下轻松 脱口而出道 果然是看错了 话音刚落 就听见头顶处传来一声 看错什么了 凤九刚刚放松下来的心 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 慢慢转身 看见自己帝君正一脸怒气看着自己 原来 东华帝君自凤九到了南天门 就感应到了他的仙子 正准备过去找凤九 又被一众神仙的大力给拦住 正准备在礼壁之后过去 就看见他家帝后 同两个男仙一脸笑意的走来 走来也就算了 居然没有第一时间看到他 这让东华有些恼 东华帝君一脸怒气的看着凤九 只见凤九迷目呼呼的好像是在想着什么 仍然没有要过来找他的样子 东华帝君实在忍无可忍 索性瞬间来到了凤九身边 此时 九重天上清静旁 众位神仙连大气的都不敢出 叶华和白浅也是看到眼前这一幕微微有些尴尬 凤九见到一脸怒气的东华 心中觉得大事不好 随即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一步 恰恰好 这一步在外人包括东华帝君看来 好像是往吃吻身边躲了过去 东华脸上怒气更盛 东华正欲开口 一直站在一旁的黑衣画衣 却先开了口 当 他今天怎么这么怂 一旁的话衣自上东华帝君来 就一直无心其他 只管着看热闹 如今见到曾经张扬舞找的凤九 现在却一脸担忧的样子 忍不住对吃吻吐槽道 吃吻倒是淡定 几万年来凤九的心事全都告诉他 他自然知道凤九此时的心情 只是他没想到东华帝君居然如此生气 想想当年大婚当日 东华抛下凤九的事 吃吻心中发笑 问世间情为何物啊 凤九听见话译的话 转过头狠狠地瞪了一眼话译 并用胳膊肘撞了一下身旁的吃吻 道 管好你的人 上青青旁的所有神仙 此时哪里还记得自己来九重天的目的了 都忙着看戏 就连林宝天尊对这四人如今的处境 也是颇有些兴趣 在场的女仙更是在见到吃吻之后 觉得四海八荒 终于又有了新的念头的男神仙了 吃吻站在一边 原本正在回忆往事 突然被凤九这么撞了一下 回锅神 骗了一眼凤九道 不是你的人吗 一句话上清静瞬间炸开了锅 原本大家都以为这位白衣男神仙与逼后关系匪浅 如今看来 既是他们猜错了 东华帝君更是瞬间起了杀心一般 拳头捏得更紧了 定定的看着凤九 凤九远想着那句话 能让吃吻为自己解围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